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车我跟你说你好大的胆子 我们的会员马克他今天开了这台一轮抢 既然在我们频道也有这一天 会不会哪一天我们抽到那之前 有可能 现在车主在加入会员了 不是现在有个问题 为什么我的会员会有开韩国车的人 你是不是来当间谍的 加入会员然后才买这台车 那就代表我这个宗教有问题了嘛 对不对 加入我的会员还会去买这台车 但是我要检讨 我步到大会步到的不够就对了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啊 不过你不是说你前一台就这个了 对啊 对不对你是从旧型 前一台是2011 13年的 13年的 然后换成2020年 这台是2020年的 它叫做Elantra Sport 对 1.6渦轮的 这里我看贴一个 Final Force 最后的限量300台 对 非常的刺激好不好 今天呢这个 除了它潜伏在我的会员 粉丝里面以外呢 它还是一个死忠的 一轮强的爱好者 还嗨了两台 是什么样的情况 会让你想要加入这一个 反韩大将军的频道里面呢 没有 就看很久了 从很久以前就看了 你是说看我还是看他 看你啦 看我看我 他在拆我在拆 好吧 我跟你讲 我也没开过这个车 我甚至近距离我都没看过 我连里面都没坐过 更不要说开过了 好吧我今天第一次就献给我们马克了 强迫 强迫被强迫 当初新车价钱是多少钱 81.9 81.9 然后听说你最后一批是有折价的 就是领牌车折7万 哇那等于73万 4万而已耶 其实4万多而已耶 现在听起来是不贵啦 对啊 现在新车都很贵 Elantra 现在还有新车吗 没有 那就是最后一批出完 它就不卖了 所以在2020年之后 就没有Elantra 好像到21还有卖那个 没有涡轮的 然后那个就最后了 所以它现在没有这个 没有轿车 没有轿车给嘛 对没有轿车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 新烟头灯是原厂的吗 我自己贴的磨的 是自己贴的磨 所以它原本是白色金钻的 对对对 然后这个黑化是你自己喷的吧 对自己用沙子磨完之后喷的 诶这边怎么有个前镜头啊 那个就是装环景 前面原本没有下巴吗 下巴被风吹走了 屁啦 真的假的 原厂的 Sport的下巴 对原厂Sport的下巴 在高速公路 不见了 还好没有砸到后面的车 不然就完蛋了 所以它不见的时候你不知道 看行车记录器就听到卡拉卡拉没错 但是东西就不见了 所以原厂的大包 没有锁螺丝 你看下面都没有螺丝头 对啊去请人家看的时候没有锁螺丝 所以它是黏了一个下巴 应该对它只是有黏的 然后你开高速公路喷 你是看很快是不是 就是紧绷束线内 紧绷束线内 对对对 买多久了 飞走了啊 就一年多而已啦 是蛮屌的 这样就可以喷走 然后这个 这不是雾灯欸 它应该是雾灯 然后有方向灯的功能 然后我上下有贴黑的膜 所以它是整颗是不是 对是整颗的 本来是这样整颗 对我把它贴黑色的膜 反正雾灯比较少用到 对啊 然后这个通风口是真的有用的 好它真的有通风口 然后看它侧面 它有换铝圈欸 旁边这个名牌是它原本贴的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胎皮的规格 是没有换的嘛 对对 避震器有没有改 然后这个 壳是贴上去 壳是自己贴的嘛 这看得出来是不是 它都没有贴窗吗 这个车系 没有没有贴窗 这个车系一律都没有贴窗 对旧款才有 原本侧面它就有做一个镀铬的试条 然后这个窗框都是用黑色晶片 这是有自己贴的 自己贴的 所以原本是没有 原本是霧面的 我刚才想说蛮高级的 这个都 这个也是自己贴的 对啊 虽然我们是反韩大将军 我们有一说一 有质感的东西我们还是要讲 自己贴的 你自己烤起我没办法 啊电镀手法总是原来的吧 对啦 怎么可能自己垫的 侧面的这个侧裙也是原本就有的 后面这个呢 老流版 那个什么限量版中它装的 限量版会有一个老流版 黑化的这个也是吗 也是因为限量版装 鲨鱼骑黑化也是限量版才有 后面这片也是 所以这个也是原厂买的时候就有这个小压味 真的是对应这些年轻人 Sport的感觉 后面就有那个下巴了 对下巴后面总不会吹走了 后面走 你不要乱乌鸦嘴 哪一天后面就吹走了 然后尾灯呢 原本就都这样 有没有贴膜还是什么 这一块有贴 浅黑色 真的对车很有兴趣喔 我们的观众朋友 也是一定对车有兴趣 观众朋友才看我们频道 还加入会员 总不可能是对小诗有兴趣嘛 我很怀疑欸 如果常在我们的影片里 看到小诗这种 对于韩国车这种激进歧视式的发言 完全不会怎样欸 为什么 习惯啊 每个人都喜欢 有自己喜欢的跟不喜欢的 你看 只是另外一个拍子我也很不喜欢 哈哈哈 我跟你讲 我其实还好啦 其实我觉得听不下去就听不下去 大概知道我们的含义的人 应该就听得出 因为其实我一直也很多人会 寄信要请我们试这个车子 都是说 没关系你尽量讲 对啊 你把它讲臭讲烂都没关系 小事我提供你车 我大概知道他们的心态啦 他们会觉得说 你是没有试过嘛 对啊 他们希望说你来试看看 也许没有你想象的 这么差 我是想看你被强迫的感觉 我不会强迫啦 怎么会 我们虽然对于这个 韩国没有那么喜欢 如果真的有一个 跳开花舞的走过来 我们也是 诶你 诶诶诶 诶诶诶 我们也是跟他打招呼啊 最喜欢看那个 佳乐福电视 不是都很多在那边跳舞的 对不对 腿垢厂我们也是看一下 画质不错哦 好啦我们今天这个 这有个机会来试一下 它后面的排气管 我看一下这 所以就这边有而已 对 比较特别的是它开后车厢的 怎么开 那这里 这个是软的 按下去 它是软 那一块是软的 我跟你讲 我知道 这边都有硬的哦 然后这边 有一个做一个像橡胶 橡胶 这个还蛮酷的 可是这里会看得出 有点按久了 有点折痕 对对对 后车厢深 但是窄 对 很矮 那出入口我觉得 比一般的轿车好像 稍微浅了一点 那这车从这边看 觉得屁股很短 因为你看它的 后挡幕位置 延伸到这来 所以它其实后车厢只有这样一点点 真的蛮浅的 真的蛮浅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室内 本来就是平靶的方向盘吗 对本来就是平靶 SPORT都是平靶 车红线 椅子原本就是这个 也是原本的车红线 然后中间是这种反皮的 反皮是因为限量版才有这个 还有SPORT字样 然后还有红色的这个车线 是不是 你看它几万公里了 六万 对 方向盘开车 蛮激烈的 有吗 方向盘已经有一点 君头的狂量感 好画的 好那门板 你这个应该是贴的吧 看得出来这个是贴的 那个也是贴的 有一个高音喇叭 Focal的 自己挖洞装上去的 这个也是贴的吧 没有 那个是原厂的 我没有故意要尿 因为它是原厂做的 像是自己贴的一样 你自己看这边 好像自己贴的那个 瑕疵 压膜可能没有那么好看 我没有故意要尿 我本来是以为它自己贴的 然后我想说 这个有点瑕疵 应该是自己贴的 结果这是原厂 对 然后这边有一块皮 然后剩下就是硬的塑胶 室内的部分 你除了贴这些四条以外 气氛灯 好气氛灯 然后主机是换掉的 对主机是换掉 主机本来没有缓紧 你换成那个是算安卓机吗 对安卓机 不过这个椅子 其实我觉得 它的配色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基皮的搭配是没有问题 但是我自己觉得这个线啊 有点稍嫌没有质感 就是它的这个车边线 滚边线 觉得有点没质感 它是这个 手动的椅子 全部都手动的 全部都手动的椅子 这仪表板的这个也是原本的吧 对那原本的 这怎么会这样 这边边有没有 就是都会有点 好像自己贴的感觉 有没有 好像是他们后期贴的 而且真的不是故意尿 你看其实这个也是啊 这边也是 就是会有一个 不知道是磨料的那个 瑕疵还是什么 七七万啊不然怎样 不错啊 它原本就有这个了 这个就是 那个防止有风切声的 在叶子板的这边 这应该不是自己家的吧 这应该原本就有了 那这个因为我刚刚住过了 这个位置是我的 开车的位置 我来看一下后面的空间怎么样 喔意外 它中间的凸起没有很高 有后座出风口 地图带子有一边 黑天棚 我就说其实 做黑天棚最保险 椅子满低的 然后我的大腿是往上斜的 它椅子有做一个线进去 不过椅子本身的背部是蛮舒服的 哇这个我 它后面切太下来 我头发已经完全抹到天花板了 所以我不能做直 大概就是这样做 好啦 我没有特别尿嘛 来 玩好不好 对啊 很普通啊 很普通 你是说真的很普通 尿的很普通 尿的很普通 尿的很普通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要接下来 等我们上路去开看看 搞不好开起来就很烙 很烙带 不会 不会我看他很有信心的样子 你怎么当初会想要前一代换新一代 你前一代的体验很好吗 前一代没有坏过东西 没有坏过东西 只有换耗材 耗材 对啊只有换耗材的意思 东西都没有出过保固 开了十年都没有 开了十年都没有问题 对啊 没想要换了这台 不到一年 全新就对问题 原厂还听不到 所以是看人品 对有可能人品 这十年来变得不少 所以这个 你是因为说前一代觉得外型啊 开起来都蛮喜欢 再加上你觉得 躲山绿也不错 对 所以你就买了 下一代 就出事了 也不要说出事 现在也是还好 现在也还好 现在还没过保固 所以你应该也还没花 除了包装钱 你应该也没花到什么钱 在这台车上 还改装的钱 那整体还算不错 其实我一直在强调 有时候 车子好不好是一回事 自己喜欢就好 它后勤很重要 对不对 你如果说它一直坏 然后在后勤 你要出保固又麻烦的话 那就蛮绕塞的 对啊 应该 就是出保固很麻烦 都听不到 有料哦 我们车上跟大家分享 我们出去试试看看 走走走 汽车教授 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S3 地表最高CP值行车记录器 耶 来来来 哇 我们的会员 非常有勇气 你知道你有勇气的点在哪里吗 开现代 第一点是 开现代 还加入我的会员 第二点是 就这么幸运 开现代抽到你 来让我这个 研究一下 哈哈哈哈 你Bn 器没改 只有改铝圈 它原尺寸只是 比较薄嘛 比较轻一点 轮胎都是同样的 轮胎的那个叫什么 点评比 都一样 所以你只是单纯 只是为了换一个 自己觉得比较好看的铝圈 对 避生器没改 对 其实原本就还蛮跳的耶 很硬 你这个是Sport的版本 对 所以胎压我都小时候 会想要低一点 马力几匹 原厂是204 204 但是你说那个晶片有 一阶 一阶这样会变多少 230 230 刷了晶片之后你觉得 就是会打滑 如果仲裁的话会打滑 臭萌喔 不会怕 便宜箱坏掉 已经坏过了 对 坏过了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研究一下 这个问题 爱恨情仇嘛 对啊 交车的时候业务就有讲过 就啊真的喔 讲什么 他跟我说你就直接把它踩坏 没关系 保固内直接换 所以他已经先打预防针 保固内一定会坏的意思吗 对对对 这假的啦 哪有人这样卖车的啦 我本来想说他会开玩笑 结果真的还了 你有测到便宜付出 有有有有 有跟车吗 没有跟车 它的比较便宜的版本就有跟车 诶 那为什么这版本没有 SPORT加涡轮就没有跟车 哦 你说比较便宜的版本它没有涡轮 对但是它有跟车 好那我来感受一下 刚刚其实在一般道路的时候 我是觉得避震器有一点偏硬 然后弹跳蛮明显的 然后方向盘我觉得路感还可以 不会太轻 而且直向下还不错 没有什么虚伪 旧的那款就很虚 哦对哦 有讲这个从旧款换到新款的男人 不过隔音比我想象还要好 我里面门里面有自己贴东西 哦你有做隔音是不是 对 在门板里面吗 对门板里面 但风切声也不大 你有用什么胶条吗 风切的 有有那个进化论吧 哦进化论 没怪哦 所以你关门会比较难关 对嘛 我想说Hendaya怎么 不是 那这样可能不准确啦 如果说这个我们就只能说 假设呢以2020年这个Elantra 像跑6万公里 加上这个进化论的门板的隔音 跟风切声的这些隔音胶条 那我觉得隔音是算不错 那唯一一个可能轮哨声有点大 对很明显 可能也有一个可能 因为我们试过很多次发现 当你上面的隔音好以后 下面的声音就变明显了 那我觉得在高速公路的稳定度挺不错的 我第一次遇到有人这个换铝圈没有加大 加大有轻车有时候也没有那么好 不好的点是什么 就是跑3的时候操控还是17吋 比较灵活 你这个好像是你刚刚说你这个是Sport的第二版本 不是最贵的呢 然后最贵的多了什么 西部气囊 然后后方来车警示吧 对然后还有什么倒车性的 后来你自己升级了 对对对对 加速会有一个高频的声音 对很多人都听不到原厂也听不到 有啊 对那到底是电子声音还是机械的声音 有可能是涡轮机的声音 是里面的叶片转动的声音 那会不会是什么有破掉 涡轮破掉才会有什么 破掉不至于破掉你吹不起来 你就没有增压了 我觉得就是在转的那个声音 不确定是轴承还是叶片 现在这个出保固也是很麻烦 我听说你这台车也出过蛮多次保固的 对啊喷油嘴 喷油嘴它怎么了 不喷油 对有一只不喷油 就会 停轰灯会熄火 这么严重 对 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啊 刚交车可能一万公里内的时候 是假的 结果回去就出保固嘛 因为都熄火了 总不可能说这正常的 对啊 点火一堆一直跳失火了 然后之后还有遇到什么吗 变速箱齿轮坏掉 你怎么知道坏掉 一开始其实新车就有了 新车就有了 对就低速的时候 二档声三档会有金属拍打声 金属拍打声 我只听过肉跟肉的拍打声 然后你就回原厂了 对一开始都是听不到 他们都说没有正常 对都说正常 你有换别厂吗还是怎么样 换过别厂 每一厂都听不到 你换过几个厂 三个 然后都跟你说没有 都听不到 都说正常没有声音 都听不到 很屌 在刘德华一样 我看不见 我听不见 对保固期间听不到 后来是录影片 然后再写信给原厂 你有写给原厂 对有写给原厂 可能是因为有写给原厂 才听得到 有需要这样喔 对啊不然就不理你 所以这个跟大家分享 这算是一个经验 看小师长知识的一种 好不好 因为我跟你讲 这种事情我也遇到好多 保固期内真的都听不到 都跟你说正常 保固期外 马上就知道是哪个坏掉 很厉害 啊后来后来 就真的写信原厂 没办法 就说好听到了 然后就帮你修 就留车修嘛 对留车修 留了一两个礼拜吧 哇有了一两个礼拜 对啊便物箱送到新竹去修 然后再送回来 是换还是修啊 他本来是跟我说 全部零件都换掉 他说拆开换里面全部零件 对 里面零件那么多 然后去别的厂 就跟我说 没有只换一颗 没有这讲话很奇怪 里面全部的零件都换掉 那就 为什么不换整颗 就不如换一颗了 所以不可能 存在这个事情啊 你不会质疑吗 如果今天是对方向跟我讲 我就说那你为什么 不整颗换掉就好了 你要把它拆开 里面全部零件 他可是想要让我以为 是整颗换 然后结果就好了 暂时好了 然后你怎么得知 他其实没有换里面全部零件 去别的厂 跟别厂的祭司抱怨 然后他就去查一下资料 对 然后说没有其实只有换三 三档次 所以这个是 可能不知道欸 我觉得观众那个消费者 可能相对比较没那么 比较不懂 对啊 所以就随便说一说 我觉得我这样 我继续在讲这些事情啊 我觉得我们的那个走向 会变成很像另外一个频道 哈哈哈哈哈哈 哈这么严重喔 保固内还坏过什么 避震器 避震器也坏掉喔 怎么会保固旗内 就坏掉避震器咧 那是什么 怎么样的坏掉咧 你怎么发现的 变速箱修完之后 就多了一个声音 变速箱修完又多了一个声音 对啊 啊怎么会这样 开回家 当天开回家就有这样 当天开回家就有了 对 一开始都听不到 那这个某种程度 会不会质疑是被偷换避震器咧 哎呦呦呦不是啊 我是假设啊假设 所以你领车那天 你又发现又多一个声音 对回家那天又多一个声音 然后结果你又回去 他都又先听不到 又听不到了 对 然后结果咧 有写信机原厂吗 这次没有写信机 多给他听两次 对 我就原厂赖着不走 对 地上滚一滚他就听到了 他是肉眼可见的坏吗 还是 我没有去看 他去弄的时候我都不去看 他给他压力 然后他就也帮你换了一支避震器 对 他说是上座啦 就很奇怪 为什么换完变速箱 上座会换掉 好像没有牵连 所以只能说可能刚刚好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避震器 虽然蛮跳的对不对 但其实我觉得蛮浮的耶 你会觉得吗 就是有时候会有一种 软软的那种漂浮感 上一代开起来 有点像美国车 对啊很软 对 他真的是蛮舒服 蛮舒适举向的 整台车几乎是会 像很soft的那种感觉 对啊 所以我刚刚上来 我就想说你能不能换避震器 其实前一代我有开过 坦白说新一代我还没 稍微一下哈 我觉得你的避震器 应该是有点衰退了啦 就是说虽然它支撑性有 但是我觉得那个 弹簧跟筒声其实有点衰退 所以它其实路感的回馈偏直接 我们其实在收音可能都听得到这种 很直接的那种声 它如果避震器是在新一点的话 我觉得应该开起来会更爽 然后马力的部分 因为我们刚刚都下坡啦 基本上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你一公升的油耗 你有没有自己去认真的测试过 纯高速的话17多 那也蛮省油的耶 塞车就很少了 塞车就很有可能不到10 可是你应该这样看起来 你应该算踩蛮凶的人 没有其实还好 因为我去看那个变速箱的那个什么 魔号 它说算是没有在很长的配车 你看变速箱的魔号怎么看 对它可以看就是 从哪里看 基数档跟偶数档去原厂看 哦它擦电脑是不是 对它检查的时候 它说魔号算很少的 然后就坏掉了 所以就很纯 他跟你说魔号算很少 然后就还要换三档 对啊 怎么在干什么 那你下一台车还会想要买 这个牌子的车 还是会想要换口味的 近一台期待最新的这一款 因为它后来台湾就没有买 你真的很爱这台车耶 就觉得很好玩 你是属于从一而中型的 对啊 铁粉 你都不会想说换换口味这样 换换口味就租就好啦 各位观众朋友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反韩大将军跟韩粉的一个相遇的故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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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开Sport之后 很明显的 它把转速都弄到 蛮高的三千转以上 它的逻辑就变成 知道你想要高转速了 而且油门反应也变得比较轻快 怠速的那个震动隔绝挺好的 方向盘完全不会感觉有任何的震动感 几乎没有抖 对几乎是没有的 难怪那么多年轻人都喜欢开这个车子 其实如果认真讲 我们先撇开其他的一些成见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以七十几万的价格来讲 真的是CP值蛮高的 而且开起来我觉得是年轻人会喜欢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马力的部分因为你有改过晶片 所以可能准确性会差一些些 但你改过晶片加了30匹马力的状况 我开起来是觉得非常够用 如果你开车不是猛的人 应该几乎是用不到这么急加速 但加速度我觉得是可以的 然后变速箱 这个自手牌变速箱 我觉得开起来除了在低速的时候 会感受到双离合器的蠕动感以外 其实在我从刚刚一直开到现在的感觉 感受不太出来它是双离合器的 就是它反应还是蛮接近 跟一般传统的自排变速箱 就是它很明显的就是你 要去接 你的这个刹车要全部放开之后 你才会感受它接合前进 这一点跟传统不一样 传统我们踩刹车 其实它都一直在微前进状态 所以只要你刹车一放 其实它就会马上往前走了 那双离合器比较不一样 它要等我们的那个脚完全离开 它才会往前走 会感受到那个玩了半秒钟的感觉 要习惯一下 所以你现在要等下一代的Elenra出就对 没有不出台湾不进 那怎么办 你下一代要换车 下次换车可能只要电动车可以换 你说一样是现代的 就不一定要现代 所以你是这一台车的迷 不是现代车的迷 对 是这种感觉是不是 这种轿车 大陆那边好像现代有出一台 Elenra N啦 听说马力很大 新一代 你说第七代 这是第六 N就像他们Empower的意思 对 然后它好像有很多运动化的配置 然后马力很高 好啦 这个总结一下好不好 因为 比较抱歉 我比较不知道这台车现在的行情 你有没有大概研究一下 你这台车的二手行情 听说五十几吧 如果说现在要买一台2020年的 你这样的车子 大概在市面上在五十万左右 对 说理材数是偏高啦 对你是算偏高 五十万左右三年的Elenra 七十几万 那算蛮保值的耶 那我在猜 如果你会说在五十万左右 那车上收应该是四十几万这样收吧 对 有可能 好那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其实 有时候 这个观众朋友很喜欢听小师讲说 二手车的残值跟行情 那其实像这种比较 市面上普遍的车其实行情很好抓嘛 你看大家都卖在五十万左右 那这个车上在收 你扣掉一到两成的这个利润 假设你五十万扣掉两成十万 对它大概说四十四出头 看你整体多整体少 对不对 那它可能成本在四十五万以内 那卖出来就是在五十万赚一成 大概就类似这样 所以你们自己在找车 你们其实就蛮好抓行情 不过如果真的像你研究的 真的都卖五十万左右啊 如果车上还有收四四头的话 我觉得还算可以接收 因为新车也才七十四万五万而已嘛 八十一这台的话是八十一 我知道啊你说折价下来应该是七十七万吧 对啊 这是七十七 所以其实我觉得蛮保值的耶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错 代表它东西还可以嘛 只是保固花点力气嘛 哈哈哈哈哈哈 像车王 只是保固要去那边 这不是肯德基 你就坐在地上乔一只踢 对不对 逼真机有声音 逼真机有声音 对对对对 好啦 那这个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会员 Mark 来上我们的节目 跟我们分享他的Eventra 好不好 那喜欢我们这个影片 或是喜欢我们一系列 会员推设的影片呢 也期待你帮我们做订阅跟分享 谢谢Mark 下次见 拜拜 老许 汽车教授 職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值行车记录器 我不是说韩国车不好 是我没有接触 很多观众朋友都搞混 说小时都说韩国车烂 其实不是 我是不愿意花时间去研究 不是说我说它烂 那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也许它很好 但是我没有花时间去研究 其实单纯就是这样 我们统一口径 不要再有其他说法了 在你心中有借敌吗 应该没有啦 可是就觉得很扯啊 怎么会坏那么多东西 因为前一台完全没有坏东西 而且你不是在头批买的 你是尾批买的 最后的最后 这一款是从几年开始出的 18是6代 这个是小改款6.5代 就是重新拉平 那也要算啊 那你如果从6代开始算 这一台这个形式造型出来的话 应该是19年 但是1.6T跟双离合器这个东西 应该是16吧 16就有了 对16就有了 那也应该要debug 抵得差不多了 对啊 然后出一堆奇怪的东西 所以真的有可能是剩的料 拼凑起来 没有啦 他那个时候就是跟我 我本来就跟他讲白色 他说没有白色 然后隔几天就跟我说有了 生产给你的 对 拼起来 叫那个零件找一找 不要的拿下来装一装 哪那么厉害 真的假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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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